6日,袁八元在朋友圈发文承认与张雨琪离婚后 曾经还在一起生活过 爆料女方五日晚与刚认识两天的男子开房 直指这是她的一贯风格 离婚前也一样 只要自己爽 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特别是不顾小孩 表示这也是两人之前离婚的原因 并强调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关系 据悉2016年10月26日 张雨琪在微博正式公布 与相识70天的富商袁八元结婚 4年10月 张雨琪生下了龙凤胎 2018年9月24日 张雨琪与丈夫发生家庭纠纷 9月27日 张雨琪的经纪人通过微博宣布 双方已协议离婚